在奧運奪下金牌 我國羽球男雙組合 林陽配中的王麒麟 週四才剛從防疫旅館隔離結束返家 週五透露和李陽一起接到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視訊電話 在臉書PO文寫下 週五收到柯P市長阿伯的連線邀請 有點受寵若驚 看到照片發現阿伯的中餐 還放在旁邊 邊聊還要邊處理公務 辛苦了 謝謝市長的鼓勵與祝福 不過網友發現 明明是王麒麟的粉磚 分享的照片 卻都是以柯文哲的視角拍攝 紛紛灌爆留言區表示 又在蹭聲量只會收割 林陽拜託遠離阿伯 實在沒辦法按讚 台北市全台資源最多 氣度卻比台中金滿小 反過頭來還要蹭 PP柯文哲只會蹭熱度 卻不幫涉及北市的王麒麟 加碼獎金 王麒麟則趕緊留言緩加 我們只是單純的運動員 任何長官的祝福 我們都心存感激 希望大家不要放大簡單的分享 陳大酸其他政治人物 蹭奧運的柯P 自己也蹭好蹭滿 似乎一樣踢到鐵板 對柯文哲只長的期待 更重要的地方在於說 能不能夠提供台北市 給選手好的福利跟待遇 怎麼樣培育他們或者是讓他們有更好的環境 都不願意去討論的話 那我覺得這也太太現實了吧 他們還是我們台北市大學的學生你知道 總是從事做為地方所長給他們鼓勵 這是我們第一次台灣在球隊比賽 在奧運拿到金牌 有時候也是要透過這些人的 這種鼓吹倡議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個羽毛球會變成 台灣很很流行 議員也哄柯文哲與其花時間 繼續黏著奪牌選手博聲浪 不如用心做事替選手爭取福利比較實在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